行情形成五节对两百节的穿越 穿越就是入场 行情穿越就是入场 走到乖离过大的时候出场 回到这里再去形成穿越的时候再入场 走到高点出场 那套息交易你也可以不出场 你也可以不出场 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 获利不出场而更加执着追求套息交易的这种 就是这种类型的交易的思路 我们在实战当中去看一下 就是不同交易系统当中 它的 结构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图当中 五节穿越两百节的时候 五节穿越两百节 达到顶峰的时候 这些位置可出可不出 我们看到当行情走出这种 由下向上 五节穿越两百 五节穿越两百节的时候 这些点位实际上就是我们做单的点位 那一直到哪呢 一直如果做获利满足的话 就走到我们的上边缘 走到这个 乖离过大的上边缘作为出场了结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整档当中 低点买入 买入回调 走着走着 一直走到这个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作为它的出场点 就是这个多公分界轨道的外轨道作为它的出场点 那这个图形止损止损多少呢 止损一般止损2%到3%之间 那2%是多少 对于这个0.68来说 2%的大约是150点 也就是在中间止损150点 那这个幅度呢 就是如果穿越向上 止损150点作为它的止损出场点 我们来看一些比较不理想的状况 先在交易中看不理想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看到 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穿越的这个状况 这里穿越 那往下走了走了230点 所以这一波单可能在会在这个下方做一个止损 就是这一波单穿越向上就入场 五节穿越200节就在这边入场 五节穿越200节就在这个穿的这一瞬间 就在这里入场 那在中间的最低的时候 亏损120点 亏损130点都没有达到我们的止损点 那在这些位置上去入场的单 大约在这个位置上形成的这个入场单到哪里出场呢 它的出场单呢会出在点到我们的轨道外部之上 点到外部之上作为它的出场单 那中间时隔多久 在中间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它在日线图上走了104根K线 104根K线对于这个图来说 对于Chairbox这个图来说 它一周有6根K线 所以它除以6乘以7等于121根 就是相当于这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了 就是这组K线相当于在这个行情当中 走了121根K线 121天 我们对应刚才再去测算的时候 纽瑞的 纽瑞我们刚才看到它的每天是0.4个点 乘以0.4 那等于在中间有40 50点的一个利息的收益 就在这波行情当中 有50点的利息收益 同时伴随有380点的行情波动的收益 那中间累积的收益会有多少呢 行情波动380点 利息收益有50点 那中间加起来的收益 大概在430点左右的一个 430点左右的一个幅度